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不更新维修视频了 今天手感不好 修电脑接连放车很惨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娱乐视频 做使测试 就是在电脑正常工作通电的情况下 热插房电脑的各个配件 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恐怖的事情发生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为这个视频献身的勇士们 我们先把电脑逛街 先来看一下这个显卡 这个显卡是一张七彩虹的GT610显卡 是我测试用的 再看一下这个硬盘 这硬盘也是一个普通的120G的硬盘 杂牌的也是我测试用的 然后是这个主板 主板呢是一个技嘉的主板 是一片技嘉的J87主板 这主板是我自己回收回来的 CPU的话是一个普通的1150CPU 好我们给它全部装起来 然后再开机测试 看一下经过我的一方做使操作之后 能有几个配件能活下来 OK现在已经正常进系统了 这一套配件都是正常使用的 等一下我们的做使程序呢 是先拔硬盘 然后是内存 显卡 最后是CPU 我们开个视频看一下 省得等一下死机了都不知道 OK 现在对硬盘下手 直接把主板这边的沙大线拔掉 拔掉之后呢 电脑动一下 然后就难屏了 硬盘拔掉之后呢 电脑直接难屏 但是屏幕没有直接黑掉 风扇也还在撞 电脑主板也在正常运行的 只是难屏了而已 那么现在把这个硬盘再给它插上去看一下 依旧难屏啊 那现在没办法了 只能重启了 还能进系统 说明硬盘没坏 OK 拔往内硬盘 下一个对象就是这个内存了 拔内存可能会有点危 有点风险啊 拔的吧 可能会冒烟 拔内存之后 屏幕直接黑掉 主板自己断电 然后就重启 重启完之后呢 卡15 内存被我带电拔掉之后 主板现在是在仿佛的重启 重启之后 承转卡代码是15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内存带电插上去试一下 内存还是同一个内存啊 还是15 没有跑过去哦 哎 内存都给你操上去了呀 等一下 他又重启了 看一下这次开机能不能跑过去 完了 我有那种不响的浴缸 哎 跑过去了 看来这个内存命也大 还没坏 内存还没完 我们还得接着弄它 这次呢 我给他操了两根内存 看一下带电拔掉其中一根内存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给他操了两根内存 拔掉其中一根 ok 还是结果一样拔掉之后自己重启了 看下拔掉一根之后他 他也能跑过去也能跑掉鸡蛋吗 ok 内存就先玩到这里 下一个我们对显卡下手 下次正常开机的状况下也能正常显示的 先把这个摁下去 把下显卡顶出来 摁下去了 还没使机 屏幕还能动 ok我要轻轻的把它给取出来 屏幕黑了 不然还在撞 没有跟刚刚拔掉那层一样 自动重启 然后这个键盘上面 还没使机 键盘大小小灯还能用 主板还没使机 还在正常工作 我们给他插到极限的位置上 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他这有HDMI 插上去 不显示 插HDMI 不显示 但是主板是没有使机的 系统还在运行 ok我们再做时 把他的显卡再给他插回去 显卡风扎能装 显卡风扎狂装 屏幕没显示 两三次的吹长还没有搞坏这个主板 他现在依旧能坚挺的进入系统 ok 下面对CPU下手 来拨狠的 看一下他死不死 先把这风扇取开 这CPU温度也不是很高 ok现在开始拆CPU 现在是还没有使机 还能正常运行的 好 我有点怕 我怕他会冒烟 我怕他会冒火花 他爆炸了怎么办 摁下去 再给他 发生了什么 没有黑屏啊 已经死机了 鼠标都不动了 拔掉CPU之后 主板没有断电 屏幕也能显示 只是画面定格了 也就是所谓的卡死了 死机了 ok 现在我要开始坐实拆他的CPU了 我不敢 我们试一下把它CPU取下来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都不敢上手啊 我怕他冒烟啊 怎么说 安然无恙 没有冒烟 没有短路 没有起火 现在呢 屏幕还是能点亮的 震惊 居然被我发现了一个 不需要CPU就能点亮的主板 实锤 ok 做事过程到此结束 先把它电源断开 好 我们再把这个CPU装回去 看一下啊 还见在否 还能点亮吗 如果坏了的话 我正好我可以修啊 ok 能跑吗 看来问题不大 看来有问题了 完了完了 跑马掉电了 头大头大 我有一种不祥的浴缸 哎 跑过去了 哎 怎么要跑马掉电这么多次啊 还能显示怎么说 依旧坚挺 好 今天的做事视频就到这里 我又要开始修电脑了 拜拜